大家好,我是OK仔 嘩,我看到一宗新聞誇張 什麼事啊? 我們看到很久沒提一下他的名字了 田北辰 田北辰就爆料 他說,喂,搞不定 接下來越來越多店舖倒閉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很多商戶 原來是靠厭租 是死頂爛頂的 嘩 爆這宗新聞出來 接下來會不會到處 人們破產 欠債 這宗新聞搞不定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我們研究一下香港 接下來的商戶 做生意,怎麼辦? 你真是不說不知 原來到處的店舖這樣嗎? 是不是真的? 那田北辰,你自己做生意又怎樣呢? 你自己當事 他又沒有說,他自己當事頂頂頂頂 他又說,頂住吧 都算頂得頂的 這樣,喂 是不是真的頂得頂呢? 其實,不要說做生意 就是做店舖了 現在看見 酒店都變成劏房家了 糟糕了 事實 是不是真的勝於紅便呢? 我們特首李家超 之前在金融峰會上 有說 香港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呼籲投資者把握先機了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我真的不清楚 你可能超哥你清楚了 但是 投資者是需要把握先機的 你現在看見到周街吉舖 這麼便宜 說到這些租這麼便宜 你不下來投資一下 簡直對不起自己了 那我們看看 究竟現在香港的環境是怎樣了 真的 是不是搞到百業蕭條呢? 真的 會不會再爆一輪新的倒閉潮? 坐完潮 很快就眨眼就年底了 過不了年也是很可憐的事 真的 不知道怎樣了 現在看看究竟田北辰說些什麼 因為田北辰在電台節目上這樣說 他說 早前香港政府實施了一個暫緩追租的安排 就禁止業主 在5到7月就向商戶追租的 但是 有人就說 這條橋? 喂 你說不是免租啊 暫緩追租而已 你不用說你回答你的 不過你這樣疊著 不交不交不交 好老實 5月到7月那裡有多少個月租呢? 3個月好未? 5、6、7啊? 3個月 我這三個月我賺的錢 夠不夠交一個月租都成問題 是吧? 為什麼這樣說? 5、6、7月 那段時間疫情 那個高位跌下來 但是又沒有完全復甦 是吧? 那麼很多人依然都是 留在家裡 安坐家中 是近昨天開始 才可以恢復晚市 凌晨到凌晨的時候 無限制這樣 那麼 會不會 搞到大家都沒吃到 那顆糖就已經死了呢? 田北辰就說 雖然這件事 暫緩追租呢 就幫到他們熬過疫情艱難的時候 他說保護罩一打開 很多商戶 就打回原營商界倒閉 嗯 他說其實這個政策 本身對商戶有一個保護作用 他說他自己 因為他本身他也有 有檔影啊 是吧? 那麼他好像什麼 2000那些 嗯 有人說他也不是很多 分店而已 但是他也有做生意 他說他自己也有受惠的 但是他估計了 他更加承認 他更加承認 接下來 會有一批商戶 在下一輪的追租潮呢 就舉手投降了 預計會在11月底 看到了 不是吧? 那麼誇張 那麼恐怖 對啊 他本身 想著 有很多人想著 拿這個 叫做 緩衝旗 去追回那條數 我之前都說怎麼追 你有生意 就說 那現在是個環境 搞到你沒有生意 不是你本身 你當作沒有不行 是吧? 是整個結構性不行 這個事情 也都是 政府 或者接下來我們 才爺都要研究一下 雖然 說到 輸了這麼多錢 二千幾億 是不是? 我相信一定會追回到的 有人就說 那二千幾億 而已 你房也花了幾千億 這樣叫做 輸了二千幾億 很少數的 啦 二千幾億 大哥 不是二千幾元 對吧? 唉 所以現在香港 見我們特首 李家超 就算是我們波叔 都出來幫忙 一起 呼籲 跟大家說 HKONG EXPECT 快點 叫人回來投資 我們特首李家超 更加在這個峰會上面 說了 他說香港 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去了 機遇 時機一盡在香港 呼籲大家要把握先機 莫追落後 嘩 厲害了 這件事 我們 他 我們特首說 又不是說錯得了 沒有什麼錯 在這個位置 是吧? 真的 說他講真的 說真的 尤其是機遇 時機 現在就在香港 香港真的是遍地黃金 為什麼這樣遍地黃金 不是多九市 現在你看到 那個吉舖 那麼多 那個租約 現在的租金那麼便宜 很多人呢 有錢的 有財力的 可能他都會 看準時機 就紛紛了 就先租定舖位 那接下來 雖然你說 內地那邊 都不知道防疫政策是怎樣 那更加有消 即是 繼陳茂波 我們的才爺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 另一個方向 關於特區 香港這一邊 他們會不會想著 再怎麼變呢 那個防疫政策 是吧? 因為整個康復個案出來 這件事 大家都在那裡拋頭 所以我們特首在這個上面 呼籲商家 你快點進派投資 那你見到 內地有些大型的企業 都紛紛開始插旗 是吧? 那這件事 也是在估計之內 是吧? 語言 你當語言也好 或者 那盆棋是這樣捉的 是吧? 你香港之前說 哇 中環 幾百萬一個月租金 甚至乎差不多千萬一個月租金 怎麼做呢? 但是那時候自由行旺盛 每個人衝下來 都不用你銷售 直接是撲到要 正所謂你趕他走 他也會 求求你給我 是吧? 那種 那不用飢餓式銷售 但是現在也不是飢餓式銷售 看到那個市況就是 大家可能沒有生意 那些人又出去了 那有立法會議員就說 其實香港 香港這個防疫政策 現在正在走到0加3 看到零售業的消費總額 按年升了0.2 其實比預期低 那這個數字 有人就覺得 這位立法會議員 有位立法會議員 邵家輝 他就覺得 其實你那個防疫政策 是不利 不利零售業的 為什麼呢? 0加3這個檢疫安排 變相 是鼓勵那些人去外遊 但是你同時間吸引不了 人來消費 接下來 兩個旺季 聖誕節 和農曆新年 嚴重了 分分鐘呢? 香港的市道呢? 頂不住 我們看看 為什麼 經常都說要靠旅遊業呢? 其實香港的零售業 三分之一呢? 有三分之一是來自遊客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勝在這個是旅遊城市 那時候經常都說 哇 顧客之助 這樣 香港有一部分是專門做旅客生意 我們清楚了解 但是這個時候沒有呢? 你看到那些店鋪其實是一個反應來的 那些店鋪沒有的 倒閉了 你跟我都不會經常衝出去買衣服 不會衝出去買鞋子 吃的會的 星期五六日是會旺場的 很多人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有一天 我下去了 下午出去了九龍 吃 賣東西 下午來的 真的不是很久 早幾天的 一下去 九龍城 嘩 靜陰陰的 賣蟹那一辣 不要說街市 九龍城街市 直接賣蟹 大集蟹那一辣 嘩 靜陰陰的 是啊 店鋪開 有店鋪的 但是沒什麼人 有人說 你當然啦 你是不是平了一下 不用做什麼 好像你那樣 嘿 但是你想想 以前 就算我們什麼環境 當然 有些人說 不好了 現在難得 這條街舒舒服服 但是做生意那些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想的 每天站在那裡 傻居居這樣 怕烏鷹 這件事 亦都告訴大家 那個 旅客 依然還沒回來 所以 現在有人 就說 建議 其實他說 你本身 幹住這個數據 所謂的這個數字 看起來就好像很平穩 零售數字 但是其實 如果你不是有消費券 幫幫忙 你看來 你的數字一定是 不會英俊 當然 我相信 大家已經洗光了 看看 究竟波叔 會不會再派 所以呢 邵家輝 他覺得 香港 香港 要想辦法 去改善 那個市道 最重要 就是完全通關 你能夠完全通關 你才可以 想辦法去刺激 刺激 人來消費 當然 香港人 在世界上 最出名 就是喜歡去旅行 所以呢 你說 越有錢的班 都會出去 接下來 現在還未算是最厲害 還未最厲害 因為有一批 還未請到假 正在計劃 請假 聖誕節 接下來聖誕節 就儘管要看看 對吧 那怎麼辦呢 沒有人開工的了 或者 那些店鋪都收拾了 沒有生意 你看看 田北辰 他又說 你現在 那些商戶 什麼 靠 欠租來死拖 那你還拖了多少個月呢 距離十二月 聖誕節 還有兩個月 你猜 就是 業主 會不會又被你拖 去到十二月呢 你都欠了幾個月的了 欠多幾個月 你認為你有錢還得了嗎 是吧 就是這樣蓋 十個屎坑一個蓋 這樣蓋得到 很難的 田北辰 他說 其實在 這個所謂的政府之前 那個暫緩追租呢 我們看一下那個商戶 他說原來有三個情況 第一件事就是疫情 重災的時候 就難捱 但是去到五到七月 消費券幫到他 去改善了生意 那就叫做可能 賺回那塊錢 他夠錢 去轉回 去到八月結束了 保護期之後呢 就可以一次過結束 哇 這麼理想啊 那應該是 田北辰應該看你 你們是第一款 對吧 你 就算幾便宜 三個月租 那裡 我當你普通商戶 都十萬八萬 對吧 你說不是啊 有些很便宜租的嘛 幾千元租 幾千元租的那些 就很老實 身體拖 就算 沒有收入 那就拖一下 那他本身有沒有生意 其實本身 可能那條數都夠抓 對吧 但是你說大店 比較旺區的 就算你便宜租 都要說兩三萬元一個月 嘩 對吧 你三個月那些十萬 你還有燈牛火立 那你三個月這樣推一推 可以找到 在這個時候找得到回來的 那麼厲害了 那麼第二個呢 他說其實 在疫情底下 第二批商戶呢 是五到七月 改善了生意之後 八月那些業主 馬上就追你租了 但是 但是 你只是看五到七月而已 你沒想過農曆 你就想一下農曆新年 剛剛今年二月開始爆疫 到四月那段時間 最軟的 輸得最吐 吐血 那更加 有些就說 可能 跟業主說 可以在按金扣 是吧 有些就說 不如可不可以打折頭呢 就是 生意不好 是吧 那你又不會免我租了 不如大家 可能二至四月那段時間 我做不到生意 我不知道啦 他們七節八節呢 去搞啊 蛤 田北辰又說 他家公司屬於這件事 當然 但是 竟然 你有壓力 跟別人說 可不可以便宜些租 好了 肯便宜租 都要找的 這條數 那最嚴重的那批是怎樣呢 他說最嚴重的那批就是 二月到四月交不到租 而去到五到七月 社交距離稍微放寬 依然都是沒有生意的 由八月一開始 那個保護就一解除 噴 業主就一次過追完你們的租 那就真是計數了 二三四 啊 五六七 自己計啦 六個月租啊 啊 是吧 你怎麼搞呢 沒有搞不起的 這些一次過 我當你五個月租啦 沒有是六個月租 兩批東西 三批東西一個月租 你 那裡十幾 起碼十幾萬 是吧 那你本身都是沒有生意的時候 焗倒閉的 所以呢 他說第三類這種呢 就是最慘的 最後 倒閉兼破產 倒閉兼破產呢 倒閉兼破產呢 你以為 那那個業主就拜拜你的尾 租給下一個 其實他都輸了 這段時間 他收不到租 是不是 放在那裡 那你說 人家都沒有生意 你業主如果那段時間 你丟了出來 都沒有人租的 那是另一回事 在業主的角度來講 我租不到出去 和我租給你 你不交租我 你破產你不交給我 是另一個看法 所以田北辰又說 近期 他聽到 看到這些 這樣的倒閉現象 都是第三種的 這種叫做 本身 一直都交不到租的了 就算你政府提供的保護罩給你也好 都無用 所以我說 當初 這個保護罩 其實不是說我們說 你業界都說 是不是 這種保護罩 說到說 暫緩的 不用交的 遲早都要交的 是不是 什麼時候 不過什麼時候 希望之後 盡快解封 是不是 而說到這個 暫緩租 好像沒有好處 不是 田北辰就說 其實不是 不是 其實有一種 商戶 如果他本身 自己的生意都一般 他說 在疫情的高峰期 早就應該倒閉了 除非 他可以跟業主講數 搞不定 拖得就拖 有得拖嗎 不是吧 我當你被你拖到去八月 剛才這麼說 那些業主一定死追難追 收了你的按金 收了你的成率 還在說幾個月 還有得拖 隨時找執責你來 蓋你期 是吧 那田北辰就說 估計可以拖到十一月尾 嘩 那其實 真的 如果真的慢慢緊 不過很尷尬 如果我這句 可能 你可能說 你撿了它 或者可能 你經常叫人撿了它 不是 你尷尬尷尬 在於 未來的聖誕節 你每一個位置上面 都寄予厚望 不是說寄予厚望 希望可以賺多兩個錢 希望那個市道消費 可以再到活躍起來 老實的 你已經沒有消費券的了 我猜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已經融了 是吧 你現在才十一月頭 你距離 聖誕節 我當你十二月的中下半旬 才是開始 叫聖誕節 大家 有機會出來消費了 我自己覺得 更加未必會 好像 剛才那位立法會議員 邵家輝都覺得 香港人這麼容易去旅行 出了名的 是不是 那段時候不出去 有機會 說笑嗎 是不是 出不出去的那些 拿不到價錢 就是本身莫財的 是吧 那莫財那一筆又不會在這裡消費的了 拿不到價錢的那些 或者可能會出來消費 但是都是一小 你沒有遊客的 幫手 你在聖誕節 你怎麼捱得到呢 所以我覺得田北辰這個 說法有點奇怪 他說 他們見到 田北辰見到 有些商家 他們本身的生意 都蠻蠻蠻的 不是很碰當 疫情下 就已經收了皮了 那這些 叫做一類 另一類就是五到七月那時候 熬得過 那就繼續熬下去 是不是 當然 大家都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 要想辦法 大家想辦法 去搞定它 你看看海獅餅店 還有另一檔 叫麵包秀 這兩檔 加上欠租 一百百十萬 可想而知 是不是 真的 好像田北辰這樣說 欠租 死拖難拖 那更加未計 那些強積金 各樣那樣 那怎麼搞呢 本身都不好 生意都不好 賣麵包 是不是 那你現在 更加有人入品法院 海獅餅寶 和他副線品牌 麵包秀 你快點 找回你沒有公司 海獅食品有限公司 幫忙 找回一條數 這個數字 正正告訴你 田北辰那些 死拖難拖 拖不了 被人追 追的時候 不要這樣 破產呢 那接下來香港 會不會 大店 有牌頭 大公司 有些 不要說真的上市 還沒上市 在香港 有一個系列 破產 最後又是什麼都沒有 是吧 望熬得住的 你看看你還要說 什麼零售業 你好像現在這樣 那些酒吧 飲食業 是不是 那有打冷普 已經慢慢 恢復正常 那他們飲食業界 就預計 可以恢復 八成生意 那對他們 我自己覺得 對他們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說起打冷普 我看到之前有一檔 在太智區那邊 都挺有名的 但好像一直都沒有開 不知道是不是 收了檔 但是 咦 這一檔 標記 哦 原來這間 開店 當然 在黃區 看到就著政府 解禁 解除對飲食業 營業時間 和堂食時間 限制 全部都開通宵的時候 這些店鋪 就再度回來了 那當然 這位 剛才我說了 這間打冷店鋪 那個老闆就說 我親自做晚事 做宵夜 是不是 那 現在政府 叫做 放寬 那其實 預計 生意會慢慢回來 是不是 他們預計 更加有機會 回復八成的生意 還 不要緊的 這些八成生意 看看究竟 可以追到多少 你看到酒店業那邊 剛才我 一開始說 酒店業 竟然出動到 劏房價來搶客 什麼是劏房價來搶客 如果是劏房價來搶客 那就不用住劏房了 那些人 什麼事 多少錢 二三千塊 有交易 一個月 如果是這樣 被人拍攔手掌 除了店鋪之外 也可以看到 香港的旅遊業 酒店那一部分 都沒有受惠 這件事 大家都明白 一天 你還沒完全回復到正常 旅遊業 尤其是酒店那一部分 都不會有太大的喜悉 說到現在 厲害了 在一間清衣的酒店 說用劏房價去吸引客人 嘩 這麼誇張 多少錢 月租 五千七百八十元起 還包含服務費管理費 還有海景過來看 旁邊的 報紙就說 私樓也要萬二元 現在 住酒店有人招呼你 都是五千七百八十元 那什麼住樓呢 有些人說 不行的 不一樣的 不要緊的 真的 有比較的傷害 其實這間 有一間叫華日酒店 在青衣路一號 之前已經推出這個割喉式 減價 超順價 月租六千元去搶客 這個月 更加再開放兩場 開放日 就讓市民 確認預約 而說到 由六千元個月費 說到 嘩 去到五千七百八十 嘩 那真是誇張 還可以用消費券 有人說 這麼划 沒有生意 是吧 那真是恐怖了 起碼都叫有人 這些叫有人幫你打理 長期式 月租式服務 是吧 長住 對 很多人就說 喂 住酒店就好 那裏面還有無線上網 五千七百幾 是吧 五千七百幾 又有清潔費 又有可以健身室 都是說最少 約七千元 那你七千元 有人招呼了 是吧 你計算一下 一定是抵過你 抵過你 自己租屋的 那當然 有人可以比較 在青衣這間酒店 後面的私人屋 院 月租最便宜 都要萬二元起跳 那還要自己搞 激烈東西 沒有人服侍你 還沒有包上網 各樣那樣 那這樣 那我不如住酒店 是吧 那這樣紛紛去搶客 看得到 酒店業 都現在都拚爆頭 是吧 那當然 你看看你自己 去估計 有人說 這間店 很難看 很難看 就看你自己怎樣 那你住餐廳房那些 很難看 對吧 更加 環境更加狹窄 更加骯髒 那酒店也說 有人幫你打理 那這件事 真的 現在賤蜜鬥窮人 是吧 當然 有人說 去過的 去過這些酒店 是真的 差的 又小又差的 但是 如果你純粹 他真的好像 劏房那樣 租房間 找個地方 休息一下 日頭上班 晚上回家睡覺 這些地方 五千多元 可能 真的比較適合你 是吧 當然 但是 都告訴大家 其實酒店也好 商家也好 現在都出來 紛紛告訴大家 那個 接下來 香港的市道 是不是真的 再繼續 向下沉 他們 他們的數字 他們的看法 都告訴大家 雖然 我們特首 就跟大家說 沒事的 行的了 低位已過了 對吧 低位已過 最壞的情況已過 那我們都是這樣磨 是吧 都是的 但是 但是 看到 之前 蕭詠青 說到發展商賣樓 那一部分都要蝕著賣 那時候 你看到其實 現在大家都紛紛哭 哈哈 是啊 我們看到大家都紛紛哭 就是叫救命 政府 看來要再出招 再下藥 甚至乎 再做一些短期的政策 去刺激一下那個市場 如果不是恐怕呢 我自己覺得 就 但是 未到聖誕 未到聖誕 是吧 那那個環境到時 還嚇到人 是不是 接下來 七人籃球賽 是吧 這個七人籃球賽 那個環境 那個現象 有沒有機會 刺激到 或者到時 這一班 在外國來看球賽的人 怎樣去 講回香港 現在的環境 你知道 你起碼 那個市道 希望那些人有東西走 才叫那些人會來 不是的 你吉舖多過什麼的 店鋪沒有什麼人的 或者本身都沒有的 想買的東西都沒有了 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那些類客 又怎樣去幫大家 一起講好香港呢 這些看來 政府要加快 下藥了 如果不是 那句 派到錢的 或者再想辦法 怎樣去支援一下 支援一些企業 支援一些市民 如果不是 恐怕就 嗯 希望 我們都有希望的 對香港是有希望 對吧 那希望他快些 做回好 回復回 真的 像我們特首李家超這樣說 最壞情況 易過 大家把握線記了 好 那今集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跟大家講 其他事情 拜拜